如果你想了解英国19世纪前半叶工人阶级的生活 所谓的还有像工人阶级和资方的矛盾等等的 曼彻斯特的生活 那就需要去读盖斯卡尔夫人 盖斯卡尔其实也是狄更斯发掘出来的作家 他的作品最开始是在狄更斯办的刊物上连载的 文学史上最好笑的例子 是谁是埃伦坡 埃伦坡在19世纪的时候 当时的美国人没人把他当一个严肃作家 他是怎么回事 他是死了以后 他的作品传到了欧洲 传去了法国 被法国人捧上了天之后 最后美国人不情不愿地接受了 好吧 我们把他当作我们美国著名作家吧 因为他的法国的头号粉丝是谁 是波德莱尔 英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批评家李维斯 李维斯写过一本书叫伟大的传统 他在试图勾勒英国小说经历的这些伟大的传统 这些伟大的传统里头就包括费尔丁 包括理查逊 包括奥斯丁 然后包括埃略特 包括亨利詹姆斯 但是第一版是没有狄更斯的 论资牌配 对 然后他等到第二版 就经过大家的着力劝说 然后把狄更斯补进去了 但是埃略特几乎就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 埃略特的评论界的地位一直比较稳定 到后来狄更斯就处于越来越上升的阶段 所以狄更斯其实后来会变得越来越出名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忽左忽右 我是陈彦良 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我们的老牌的嘉宾了 肖一芝老师 大家好 我是肖一芝 布朗大学的比较文学博士 当然现在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任教 成功的成为了一名社畜 最近的时间也是非常难约 无论是在假期当中还是假期结束之后 反正统一回复都是最近会比较忙 不是我们这属于你知道就青椒 我们韩话叫青椒 我们这个时间就是比9965还要惨的 其实没有下班 你什么时候下班全靠自己的良心决定 所以没办法很容易把自己搞得很忙 是的 所以感觉你其实还是在作为博士的时代 更为潇洒一点 就是如果在博士的时代有博客的话 那时候录起来肯定会很方便 反正论文也写不出来 大家每天在一起聊 聊着聊着就可以得到一起 对 所以我们今天聊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我知道像肖一芝 你自己本身的智学的方向 是19世纪的英国文学 虽然这个节目文学话题聊的不是特别多 但是也经常会cue到 比如说我们之前跟高林老师 连续聊了两集关于19世纪的法国文学 那当时我就想到了 其实你像跨国加拉海峡 这19世纪的英国文学也是可以大聊特聊的 而且双生子嘛 就像我们聊拿破仑战争一样 既有拿破仑我们也可以去聊 威林顿也可以去聊特拉夫尔加 所以今天就找肖老师来 看看这个19世纪的英国文学 或者我们用一个另外一个更浪漫化的词 这维多利亚文学 这一提到维多利亚似乎就是烙上了一层 我们对他那种幼稚的那种幼才 这马上就维多利亚的秘密了 你就破功了 维多利亚文学在你们文学圈里面 确实是有这么一个专有名词的吗 对 就大概来说 做一个文学专业的人研究 你说你要去做英国文学 做19世纪文学 大家默认OK 你是一个做维多利亚文学的人 英文甚至还有一个词 你就叫做一个Victorianist 就是研究维多利亚文学的人 对我们知道 其实维多利亚女皇 她统治的这个时代是非常的长的 1837年到1901年 跨越了大概64年的这么一个维度 几乎就是一整代人 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人 我出生在1837年 我出生的那年 女皇陛下应该是登基继位 等她去世的时候 我已经垂垂老矣 真的是一生就在这个漫长的 维多利亚时代里面扎着 当然我们今天聊 19世纪的这个英国文学 维多利亚之前还有个30多年 萧老师要不先向我们的听众 大概的做一个概括性的描述 这个非常艰难的 这课如果回到学校里头上 19世纪这个部分 我们至少得上一个月 就算上英国文学史 大家如果有了解的话 就会知道 英文世界比较权威的那个版本 诺顿英国文学 它的后半册 是从浪漫主义时代开始的 就等于是19世纪 其实占了它后半册的绝大部分 大概来梳理一下 就是一般我们提到维多利亚文学 大家第一个印象 肯定是维多利亚小说 像狄更斯这样的人 然后一个乌都孤尔 一个最好的时代 最糟的时代 马上就浮现出来了 但其实就像所有的这种传统一样 它不可能是突然出现的 对吧 它有一个来自自己的传统 他们更多的是 往前去借鉴的这么一些东西 像我们比较熟的英国小说的 这个伟大传统 它其实是在18世纪奠定的 18世纪像 应该有一个中国读者比较熟的 像费尔丁 然后像迪福 他们这一批作家 包括18世纪 晚期到19世纪转折期间的 简奥斯丁 是由这样的一批人 他们联络起来 成立了这么一个基础 当然还有一个 可能大家一般不是很熟的 一个作家叫 Richardson 李察逊 李察逊他写了一个小说 叫帕米拉 这个小说非常的长 他不是一般的长到我了 现在都还没有把它看完 而且他是用书信题写的 所以你要停下来还蛮容易的 这封信看完 你就可以停下来了 大概的故事呢 他就是一个年轻少女 如何被一个对他心怀不轨的 这么一个军官诱拐了 这个军官是这么一个上层贵族 少女 她是贵族家的佣人 然后就是这个贵族向他发起了攻势 然后要夺取他少女的清白 他是如何一次又一次的抵挡他的攻势 最后终于把这个贵族家的大少爷 右上的正途 最后跟他踏入了婚姻殿堂 很有那种明清时代那种 道德说教的那种讽裕小说的 英国小说一开始的时候 道德说教的气味非常非常明确的 他们甚至对于英国小说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定义 就是一个好的小说 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应该是郊区的姑娘们 看了不会脸红的内容 我觉得这一点跟同时代的 那个中国小说还是挺不一样的 我读书的阶段也读过很多这种 明清的这种中国小说 我说实话 小说确实在我们中国 它不是属于那种国民文学 尤其在现代之前 它就属于一种偏中下层的 这么一种读物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大的明清小说 无非就是一些才子佳人 以及一些剑侠 甚至很多是淫晦色情的这些内容 所以我刚说他那种道德说教 是披着道德说教的皮 但实质上是在给你灌输 淫晦色情内容 比如说像肉捕团这类 他到最后会说一句什么 似乎是在借众轮回 英国报应怎么样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不是主旨 但按你的说法的话 那个18世纪的英国小说 反倒是从主体上 其实就是在往这方面靠 这是其中的某一个人 就英国小说 或者整个英国文学的传统 有个特别好玩的事情 就是它不像法国文学那样 你可以把它分清楚 这是一个流派 这是一个流派 尤其在19世纪法国文学 这是一个流派 这是一个流派 这一群人他们是在一起 他们会去抱团 英国文学你很难做这么一个区分 就一定会说 这些人怎么样一个流派 他们作家之间的联系 更多的是源自于私人的一些关系 像夏洛特他们 波浪特三姐妹 他们是姐妹这样的关系 像男作家他们更多 就是我们是同一个俱乐部的成员 他们是这种更符合常规的社交关系 回到刚才说的那个话题 这个帕米拉写出来之后 马上就遭到 我们刚才提到了 另外那位小说家 菲尔丁的嘲讽 菲尔丁甚至还写了一个 讽刺小说 模仿到他的格式 来模仿这个故事 把他颠倒了一下 现在不是大少爷和女仆 现在是女主人和男仆的故事 同仁了 对同仁 这是一篇非常著名的同仁小说 叫Joseph Andrews Joseph Andrews 那菲尔丁的这个小说里头 就是你刚才的那个批判 他就非常明确的说 理查勋这个事情 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你在那边搞道德教化 你其实非常享受这些 暗示中的毁云毁盗的过程 要不然你这个小说 你写不了这么长 这是一个传统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18世纪的 其实是可能当时的人来说 如果就从小说的市场份额 和阅读量来说 占得更大的一批人 是写哥特小说的 哥特小说就是 比如说有一个特别出名的女作家 叫Ann Randcliffe 兰德克里夫这个人 她写的小说 她就基本上是哥特小说女王 当时的市面上 卖的大量的都是她的哥特小说 如何定义哥特小说 是这样的 这个哥特这个小说 这个体材的发明人 是当时首相的儿子 是Horris Warpur 这个Warpur他这个人 他写了一个这么一个小说 写了大概这么一个城堡里头 一群王室成员 这么勾心斗角的故事 然后其中有一个巨大的雕像复活 过来 最后那个雕像的手掉下来 把阴谋夹砸死了 这么一个故事 然后所以 它会变成一系列要素的集合 古堡 各种各样的密室和机关 一般设定就是要不是在古老的过去 要不然就是遥远的异国 后来尤其是到Anne Randcliffe写作里头 你会慢慢出现一个固定出现的 就是纯洁的少女 纯洁的少女 被心怀不轨的这种外国男性囚禁起来 他们会写很多 比如这种英国少女 突然嫁给了一个外国人 或者被一个长期住在国外的亲戚带走了 去关到了一个城堡里头 这样的一个故事 这个少女通常会得到一个爱人 但是这个爱人不是那种歧视一样的形象 可以去拯救这个少女 这个爱人通常也是一个非常没有用的人 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怯懦的表现 他很难说拯救到这个少女 很多时候这个爱人 最后的作用就是跟这个少女一起 见到了什么被侮辱的少女 然后突然大家一起死掉 这么一个设定 所以奥斯丁甚至在他的一个小说 叫做诺桑爵寺里头 讽刺了很多郭特小说的这么一个传统 他仿写了很好笑 在诺桑爵寺里头就有一个情节 就是这个主人公住到了他朋友家 他的朋友他爸是个将军 反正他们家就有大房子 然后那个房子长得非常符合 哥特小说的种种想象 然后就是这种老房子有破 然后看着所有东西都非常有历史 然后在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 突然之间电闪雷鸣风暴也来了 他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突然在他们家的那个衣橱里头 发现了特别长的一个单子 按照哥特小说的这么一个设定 你现在应该发现一封密信 或者得到一个人什么求救的呼声 奥斯林在把气氛渲染的非常好了 之后说了一句 但是谁知道呢 他在这里就找到了一个 他们家的洗衣服的清单而已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古堡 异国各种各样的机械迷宫以外 还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超自然的意味 尤其是在Horace Walpole 写的这个小说都很明显 还有另外一个很著名的 哥特小说家叫刘易斯 他就写了一本 或者叫成功的就一本 就叫The Monk 叫修士 他的这本小说 就已经出名到了 当时的人给了他一个绰号 他叫修士刘易斯 典型的这种类型小说 对 他们就等于自己创造了 这么一个类型小说 修士的故事也很好玩 修士的故事 这个大设定是什么呢 就是修道院里头 突然有人气了一个男婴 修士们就抚养这个男婴长大 男婴长大之后 长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帅的修士 非常非常的聪明 眼看着就要把修道院院长 接下来的这么一个人物了 然后就作为他训练的一部分 他开始步道了 在他登上讲台步道之前 他都生活在这么一个 非常孤僻的修道院的环境里头 就当他去步道那天 他终于面对了这个世界 然后意识到了 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女人的 这个纯洁的心灵 就慢慢地开始走了下坡路了 一直到最后被撒旦的咒语夫 把他拢络过去了 变成撒旦的仆人 最后囚禁了一位纯洁美丽的少女 然后最后因为自己的行为 被脱下了地狱 就结尾真的就是写他 被撒旦的魔鬼脱下了地狱 这样的一个故事 所以哥特小说 大概在18世纪末 19世纪初的时候 它是绝对占据市场的 这么一个小说的形式 但是这个在当时的话 它的消费群体是哪些群体 听上去很像那种面向市民 面向中下层的 其实下层都下不了 中层 就是小说最开始的那些读者 他是下中产的人会比较多 上层的人肯定是不屑于读这个东西 所以当时的英国上层 他们在消费什么文学作品 他们如果看的话 肯定看诗歌 因为他们上层的 如果念过大学 他会受的是希腊罗马传统 所以他在看这些古典的东西 读这种赫拉斯这种 也可能在读 比如说变形记这种 其实也没比这好多少的故事 他们会读这种比较多 当然之后高雅的文学 肯定那个时候还是 在19世纪前半截 肯定还是诗歌为尊的 作为文学题材 而言小说还不被称为 是一个比较高级的 这么一个文学题材 它还没到那一步 但好像我们知道 那个就是18世纪 整个的一个英国小说 也是有一个 它算是从酝酿到它的一个繁荣期 有这么一个阶段 而且似乎后来的人 也用什么所谓的奥古斯都时代 来形容那个时期 但是奥古斯都时代 其实说的更多是18世纪的诗人 诗人 是说Paul 是说那个伯普 还有像周埃德勒顿 他们那几个人 他们写的这种 新古典主义的这个审美小说 是在这之后的出来的东西 像我们刚才说了哥特 哥特完了还有一些别的东西 比如说还有非常著名的 以一己之力 把历史小说带上舞台的斯哥特 斯哥特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物 因为他不光是写小说 他还写很多长篇诗歌 他的诗歌可能现在读的人不多 好像中一本到现在 也只有一个版本 就像湖畔女神 我觉得很难 对 他那种叙事长诗这个传统 我们可能一般 就可能读个河马史诗也就差不多了 我以前买过一本很薄的册子 那个赫西额德的神谱 那也是古希腊的诗 中文和希腊语对照的 但我说实话 虽然很薄 我真的没读完 对 很难就是这种叙事长诗的传统 但不管怎么样 斯哥特在这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为他写的历史小说 他选了一个 后来在所有的分析里头 都会提到他的特异的选择 他没有直接写伟大的人物 斯哥特的历史小说 他都写的那些是可以和伟大人物 打个交道的 但是是一个普通人 他就特意的选定了这么一个视角 可以让普通的读者 我们换成一个比较历史决定论的语言 可以让中产阶级的读者 接触到伟大的过去 你可以很清晰的带入这些普通人的角色 然后你可以感觉到 他们那种见到大人物的激动 所以这样历史就被拉近了距离 你会更愿意读这样的故事 然后斯哥特因为他的出版商把他给坑了 出版商破产了 搞得他也破产了 所以斯哥特后半节为了还债疯狂写作 写到死的故事 但是这样子呢 对后来的读者而言呢 我们是有利的 就是他如果不要去还债的话 可能写不出这么东西了 然后他留下了另外一个影响是什么呢 就是斯哥特和他的出版商 奠定了整个19世纪英国小说出版的基本形式 怎么说 就是那个后来被弗吉尼亚·沃尔夫 骂作非常笼统拖沓的这个怪物一样的19世纪小说 沃尔夫的原文叫 Lose Baggy Monsters 因为他们都非常长 大概900页左右 一般会分成三卷 这个三卷的意思 不像我们现在你买的时候说第一卷第二卷 他就只中间标一下 他们真的是一定会印成三本的 这种三本分开的这种三卷本格式 专门有一个词英文里头管 它叫Triple Decker Triple Decker原因是三层甲板的战船 但是拿来直小说 你也知道这个小说的厚度了 然后这个模式是斯戈特的出版商最开始做的这么一个模式 没有任何文学的考虑 就是这样为了卖的贵 然后他们破产了之后 被另外一家出版商又继承了下来 甚至连定价都被继承了下来 这个定价也是一个特别经典的数字 31先令6辨识 只要到当时 31先令6辨识大概是2.6英镑 在19世纪的大多数时间 如果你是一个年收入过300英镑的人 你就可以过上中产阶级生活 这个意思是你可以雇佣人 你可以自己养得骑马车 也就是说月收入也无非就是一本书的钱 对 基本上就是当时一般文员 以整个月的工资 买这么三册书 对你到今天的话 那动辄至少是上千块的一个价格 所以整个19世纪英国文学 我们熟悉的这些以后的 这些经典作家的作品的出版 迪根斯 托洛普 然后像乔治·埃略特 然后伯朗特 三姐妹等等 所有的人小说最开始出版的时候 一定是这样的形式出版的 所以这个出版框架 就是在18世纪的时候被大建 18世纪末 19世纪初 更多是在19世纪初 由斯科特的出版商垫定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大概在182几年垫定了 一直到189几年才被废纸 中间还有另外一个故事 就是跟当时大家读书的途径有关的 因为这么贵嘛 你肯定买不起 对不对 所以当时在公共图书馆 星期以前就有很多人办私立图书馆 这个私立图书馆就交年费 年费呢 一般最低的档次是交一个基尼 那就是一英镑一线令 这个价格如果换成一年的话 因为他这个订阅是不限一个人的 就是你可以大家一起凑钱 你买一份大家一起轮流读 这个可以 但是呢你交这个最低档的的话 你一次只能借一本 然后他们这种开私人图书馆 就意识到这个事情 我如果这一个小说印成三本 这三本都同时可以给我挣钱 而且这个人看了第一本之后 他必须要回来把后两本也借走 他一次只能借一本 这是一个无穷尽的声音 所以这些他们把它叫做流通图书馆 circulating libraries 这些流通图书馆在很大程度上 控制了19世纪英文小说的 这个出版和发行 他们甚至对小说家写什么 有直接的影响力 最大的那家叫Mudy's Library 这个叫穆迪的这个人 他会给出版商明确的写信给 当时很大的出版商就写信了 告诉这个谁谁谁 我们更希望看到他写更多的这样的东西 然后因为他们会跟出版商这边 有很大的定价权 他可以一半的价格买到这些小说 出版商其实很乐意跟他们做生意 因为这样的话 就等于你的书印出来了之后 马上会被他们买走 你根本就不担心营销这个 不像现在的出版图书公司 还要搞个营销 搞得非常累的做各种各样的活动 没有 那个时候的印数都非常小 一般一个小说 卖的很好的小说 其实可能只印了1000册左右 他就印出来就马上卖掉了 我问一句 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当我们说到法国 或者欧陆的这个文学的时候 尤其是18 19世纪文学 我们发现其实像报纸 报社在中间承担的这个作用非常大 包括很多的一些大文豪 自己都做各种各样的报纸 像大众马这样的人 他们似乎听你刚刚的这种说法里面 在英语的这个文学圈里面 非常依靠出版社来给你做担心本 我想知道那像报纸行业对于文学 有这种参与吗 肯定有 有很大很大的参与 报纸行业对文学的参与 或者说我们直接说连载 连载这个形式 它在19世纪也有非常长的历史 让连载这个形式变得很出名的人 是狄根斯 但他不是这个形式的发明人 在狄根斯之前就有这种非常非常便宜的 当然这个非常便宜是相对而言 相对那个三十一先令六辨识的那个枕套而言 有一个东西它是每一侧需要一辨识 它就用一辨识读物 然后这种一辨识读物里头的故事 当然就写得非常的不咋样 然后一般也都是会赢会道的这种故事 神神鬼鬼的东西 然后就如同现在的网文连载一样 大家为了凑自数 当然也会疯狂的灌水 那个年代的一辨识 折合一下你大概 那个年代的一辨识的话 我看到的记录是 大概到一八六几年左右 一个出卖体力的工人的日薪 可能还是九到十辨识这个地步 差不多 那比如说我们今天可以说 小工两百大工四百 对应一下 对应一下差不多 一辨识十分之一的价格 也还行 而且你不用自己一个人去买 你可以大家几个人凑 我们现在可能拿到钱 想到一辨识已经最小的一半了 没有 十九世纪的时候 硬币还有四分之一辨识的 然后这种故事里头 就有很多这种回应回道的东西 但是很难说它有文学的价值可言 这种故事写的时候 也不知道结尾会去什么地方 他们很多会连载 真的是连载四五年的都有 这其中有一些 最后会变得还蛮出名的 比如说理发师陶德 所以这个连载在迪更斯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但他们基本上是一个星期除一期 然后这样写的人都是顾的那种 你知道落魄文人写的东西 也不会特别好 迪更斯在他作为作家出道以后 或者他最开始作为作家出道时的时候 他还在当记者 他出道应该是上半夜早期的时候 对 然后在他当记者的时候 他开始化名叫Buds 写各种各样关于伦敦各种各样地方的这种 描写的这种散文 他其实还写的不是小说 就是这种小故事散文串到一起 然后这个最开始是在他工作的 报纸连载的 应该是一个星期连载一次 然后他出名了之后就跳出来了 然后开始自己写作了 后来他就创造了一个比较明确的 这么一个连载模式 大概会每个月出一期 他这一期的价格就比较贵了 一先令一期 然后一本小说一般连载19期 最后一期会是一个双红弹 就是双份两先令 所以如果你每期都买的话 你大概需要花21先令 也就是一英镑的价格 你就可以得到这个整套小说 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就是这样的 把他的那个小说的每一号都买出来 然后把它们装订成册 你就得到了这个小说 当然迪根森自己在连载完之后 会把他们再重新结集 再修改一下 然后再按照这个三卷本的形式 把它出版出来 生才有道 他也是那种属于疯狂书书型的 这些作家 所以我在觉得 我看迪根森的这个作品 就很强烈的有那种 觉得喀根同时代 其实跟仲马这些人 在这方面挺像的 就是写的东西非常多 然后而且很多是那种大长篇 但是我想知道 就是你其实也提到 因为他所生活的这个年代 维多利亚时代前期 尤其是他入行那会儿 二三十年代 所以好像你之前也跟我说过 就是迪根斯的整个的小说 从技法到很多的一些手法上 其实有非常明显的一个 18世纪的色彩 对 就是在迪根斯之前 他其实你回望小说 所谓的这些小说的大家 他唯一可以模仿的 只能是18世纪的 因为在18世纪的 最开始开创小说体材 这几个人 菲尔丁 理查逊 狄福 跟迪根斯中间 奥斯丁在那个时候 就是对迪根斯这样的作者来说 他是更女性化了 他不会把他作为自己模仿的对象 然后他当时生活的伦敦 在他刚刚踏入写作生涯的时候 也更像18世纪的伦敦 而不像19世纪的伦敦 我们现在熟悉的很多伦敦的城市 面貌的改造工程 根本就还没有开始 他其实更生活在乔治时代的伦敦 就是我们说18世纪的伦敦 所以他写的东西 更多的也是关照这样的时代 尤其他早期的像什么 匹克威克俱乐部这样的 你把他的匹克威克俱乐部 和菲尔丁的小说 汤姆琼斯汽车史放到一起看 你会发现很多很类似的东西 就是这种18世纪小说里头 有一个非常显眼的叙事者 这个叙事者跳出来给你讲故事 然后不停的插磕打魂 不停的评价这个小说里头的人物 就这么一种说书式的写作 在迪根斯的前半节里头 你会看到非常的明显 后半节稍微有一点收敛 但是还是非常强烈的存在 其实我还特别喜欢看 迪根斯小说里头 他的叙事者突然跳出来 长篇大论的发表 非常强烈的情感 这个也是纳伯克夫喜欢的地方 纳伯克夫在文献讲稿里头 提到迪根斯 他选的是哪一段呢 他选了荒凉山庄里头 有一个不识字的扫街的孤儿 就当时英国这些穷人 有一个职业选择 就是你挣钱的办法是什么呢 拿个扫把在街口等着 因为路非常的泥泞 你看到有钱的人 或者中产经济要过街的时候 你就赶紧提着扫把 帮他把街扫扫 这样他就不会把自己的衣服弄脏了 然后他过完街之后 一般要点脸的人都会给你 便是这样给个钱 就是这么一个扫街的孤儿 然后他是如何的感染了流行疾病 然后这样死掉了这么一段故事 然后迪根斯是用他来控诉 当时英国的卫生体制的 然后他在这倾诉了非常多的 这么一个感情 他在这个小说里头 会反复提到的东西 其实也是当时卡拉尔他们 类似的人都在提到一个事情 就是传染疾病这个事情 他是不分阶级的 他是不可能被阶级隔离的 所以关心这样的一个 没有念过书的这个叫Joe 这么一个孤儿 其实也是关心我们自己 关心自己的兄弟姐妹 这一段是纳伯格夫挑出来 觉得写的非常非常好的 这么一个可以代表 迪根斯写作的这么一个东西 还有我想说的是 就中文读者 其实提到迪根斯的话 会觉得就这个人的作品 带有很强的一个 现实主义的色彩 包括他写的很多是根植于 这个英国社会 尤其中下层视角 这些事情最出名的那几部 其实都是这样子 但你刚提到 其实他的风格 带有很强的一个 18世纪的影响 我刚突然想到 我刚脑子里面检索了一下 就是对于中国的 一般读者来说 18世纪的英国小说 似乎大家数出来的 往往都是那种风格的 比如说格列夫优记 比如说迪弗的 鲁宾逊漂流记 再比如说像狄俊这种 或者你刚说到的 像汤姆雄斯 这个好像跟我们说的 这迪更斯这类的 现实主义的描绘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 这个只去乃至 这个描述对象上的一个差距 对 其实现在我们学界 尤其在英文学界 大家基本上已经不太把 现实主义这个词 用来描述迪更斯了 这个词在迪更斯上 其实不好用 它其实整个放在 英国19世纪传统里头 都不太好用 法国作家里头 你可以很明显的 推分这个浪漫派 跟现实主义写法之间 这个区别 你在迪更斯那 你仔细看他念很难说 他这个真的是一个 现实主义的描写 他里头对于 平民区的这种 肮脏啊 苦难的描写 你仔细去看他的 那个文字上的操作 他其实很没有写诗的 他的取胜的地方 是很多 用前中书翻译的那个话 是很多奇觉的 这样的比喻 就是一些 非常古怪 猙獰的东西 迪更斯最擅长的东西 是创造这种 古怪猙獰的人物 他作为英国小说家 被英国传统里头 大家铭记的话 是把他跟像乔索和 沙士比亚放在一起的 因为他们三个人 都非常非常的善于 创造人物形象 所以大卫科伯菲尔的 奥里夫推斯特 然后科伯菲尔的里头 那个麦考伯先生 等等等等 麦考伯先生原型 就是他爸 就是吉根斯自己父亲 一个看上去非常好 但是非常没用的男人 所以他是这样的 这些人物形象 然后每一个人物形象 都有很夸张的东西 像他在《荒凉山章》里头 设定的一个情节 就是人体自然 这个情节写出来之后 被他的朋友 也是后来的小说家 乔治·艾略特的丈夫 乔治·刘伊斯 撰明在报纸上批评了 迪根斯 说他这是宣传无知 和宣传不科学的内容 是不是这么说起来 其实如果我们通过 迪根斯的这些 笔下的文字去了解 那个时代的维多利亚社会 尤其早期的这种工厂组织 其实是有挺多失真的地方的 尤其你要说到工厂组织 迪根斯这个人是 他跟大多数的伦敦人一样 他其实对于工业时代的生活 是没有切实的体验的 因为他大多数时候都生活在伦敦 工业化工业革命的成果 他到达伦敦的时候 是用抽象的形式进入伦敦 他是商业利益 他是金钱 他是怎么样进入日常生活 铁路 只有当铁路和地下铁 这样的东西 到达伦敦城市的时候 他们伦敦人 才终于在空间和日常生活上 有了工业时代的感觉 但是当这些东西出现以前 你很难说 他们有大规模的工业体验 倒是另外一个作家 我会推荐的盖斯凯尔夫人 如果你想了解 英国19世纪前半叶 工人阶级的生活 所谓的还有像工人阶级 和资方的矛盾等等的 曼彻斯特的生活 那就需要去读盖斯凯尔夫人 盖斯凯尔其实也是 迪根斯发掘出来的作家 他的作品最开始是在 迪根斯办的刊物上连载的 杂志是吗 杂志对 迪根斯办了好几本杂志 所以迪根斯勉强属于这一派 盖斯凯尔一个 然后还有其他几个作家 他们其实倒是勉强可以 也不算一派 只是他们试图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大概三四十年代的时候 卡莱尔提过一个问题 什么样的文学 才可以反映 英国当下的史无前列的 生存状况和历史时刻 什么样才能反映 英国真实的近况 他的原文叫 The Condition of England 所以这一批小说 就会把他们叫做 The Condition of England Novels 或者把他们叫做工业小说 直接就叫工业小说 所以盖斯凯尔夫人 是工业小说最大的一个代表 他们里头会有更多的具体的 更像现实主义的手法 来描写展示的工业时代生活的 这样的一个日常 迪更斯最试图描写工业时代生活的 其实就是一本《简单实事》 就是在《简单实事》的时候 但是他也采用了很多很夸张的这种手法在写 他不是直接在这么像盖斯凯尔夫人这样 非常贴近日常生活化的这种描写 他更多的还是有点像漫画式的这种笔触 在描写这样的一个生活 前几年英国拍过一部音剧 迪更斯世界 我就看了第一季 里面的很多梗真的可能是需要 你是一个迪更斯族本作品的一个读者 你才能捕捉到所有的 他放出来的信号 因为他等于是一个 迪更斯笔下人物构成的宇宙 你把它理解成金庸群侠传就行了 对 这的确就是迪更斯在 你看现在他还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BBC还会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 对当时的那个年代的英国人来说 迪更斯尤其全盛时期的迪更斯 他已经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 几个非常著名的故事 就是迪更斯写的一个小说 可能现在对中国读者来说 我们不会有那么大的一个 印象的一个小说叫《劳古安殿》 《劳古安殿》里头有一个主人公 叫小奈利 这个写到最后 小说快完的时候 迪更斯反正把他写死了 当时就是举国上下 大家都在等着他的命运 包括女王都在读 然后而且因为当时美国 其实也有很多迪更斯的读者 然后他们都只能等着 英国那边印好了 用船运过去 所以在小奈利将死未死的 这段时间里头 基本上英国的游船 到伦敦码头的时候 都会有人去问 所以奈利运气怎么样了 然后真的等到了那一期 因为他们会算好时间 英国那边发表了过来了 那天伦敦的船进港 说有很多人在码头 边跑边问 所以小奈利是死了 还是活着 所以迪更斯在当时的影响力 是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的 你觉得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就英语作家里面 也有非常多的这些 比如说不同的风格 我们说这种比根不错的作家 也不是没有 但为什么迪更斯 何以能够和莎士比亚比见 迪更斯在这个里头 除了我刚才说的 他创造了人物形象 的确非常的让人难忘 你看过迪更斯 你肯定记得的是 各种各样人物的故事 所以这个是一个 然后另外他的写作 其实虽然会被大家诟病的 比方比较多 就是我们说的比较酸的馒头 因为那个词叫sentimental 我们会开玩笑 把拌成酸的馒头 就是很烂情 他有时候会非常的烂情 这会是一个问题 但是19世纪的人 其实一点都不怕烂情的 19世纪比如说 我们可能跟大家脑子里头 有个印象会 直接相反的一个东西 就是19世纪的男人们 尤其不怕哭 当这种哭泣 是19世纪男人的美德之一 就是感情来的时候 需要哭就会哭 所以他的这种 对于情绪的这种表达 是抓住了当时人的 这么一个内心的 然后除此之外 他关注的社会话题 因为狄更斯本人的小说里头 他会刻意的 各种各样的社会议题 融入自己的小说当中 这个在当时维多利亚时代 他的确也是一个社会传统 他们甚至在每年年末的时候 剧院会排一个这样的童话剧 把今年的大事都 编进一个童话剧里头 所以当时的人 其实也很习惯 在文学作品中 看到自己的现实 经过一种转变 进入文学作品 其实跟现实主义 还是有区别 它不是一个直接的表达 它是一定是一个 转化过的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狄更斯在他的主题上 他有一个非常大的覆盖面 甚至到了什么地步呢 他死了之后 狄更斯的大儿子 他大儿子跟他 小查尔斯 狄更斯同志 走到街上的时候 有一个马夫 把他认出来了 马上又把马车停下来 对他说 我非常难过您父亲去世了 我们赶马车的 都在等着狄更斯先生 写写我们的事情 就是他真的就是 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作家 他真的是已经变成了 一个社会机构 变成一个公立机构 这样一个存在 大家都把它作为了 这个社会的一种呼声 来对待 所以狄更斯的存在 在很大的意义上 其实也帮助了小说 作为一个文体的 体材的提升 因为在狄更斯去世之后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事件 就是经过众多 但人的提议和争取 狄更斯去世之后 被埋进了西敏寺的诗人角 就是埋乔索的那个地方 你想 那个名字就叫诗人角 之前肯定没有埋过小说家 狄更斯是埋在那个地方的 第一个小说家 有意思 另外刚说到了狄更斯 那个伪现实主义作家 他的这个作品 但是那我们来聊另一个人 就是乔治·埃略特 他是现实主义吗 我还是不会用现实主义 这个词来描述 但是他是我们所谓的 真维多利亚作家 刚才我们基本上还是在描述 前半夜大概到狄更斯 你就差不多到维多利亚中期 狄更斯186几年去世 是的 然后在狄更斯去世之后 你如果要挑一个作家 怎么样来代表了当时的时代 就是维多利亚全盛时代 世纪中叶的这些英国人的想法 他们的止去 他们的世界观等等的这些东西 那你让我来挑 我肯定会挑乔治·埃略特 埃略特 对 甚至我们做十九十级文学研究 有一个历史分段的这么一个标准 就是有一种分段的标准 就会把维多利亚文学 断在1880年 埃略特去世那年 1880年埃略特去世之后 真维多利亚文学 就在这个地方终结了 之后就是什么 工业革命文学 之后就是我们所谓的 世纪末文学 就是王尔德和他的朋友们 对 因为我是有一次 当时看到是哪家媒体 因为他们经常喜欢 隔三差五做各种各样的评选 评选什么英国最伟大的小说 发现排名第一的是一个叫 Mid March的一个作品 对 然后我就想 这个我没赌过 然后你买回来 看了一下页数可以放下了 并没有买 但是我后来我就在很好奇一个事情 就是乔治埃略特 他的这个在中文世界 为什么会如此的不出名 因为相对来说 我们刚刚说了那么多 对吧 对 我终于可以展现 我比较文学的一面了 来来来 就是比较文学里头 经常会研究的一个话题 我们把它叫文本的旅行 就是这个东西 它在这个国家 它是一个经典文本 它经过转换翻译 到下一个文本 在别的文学传统当中 它会受到一个怎么样的接纳 这个事情很难说 文学史上最好笑的例子 是谁 是艾伦波 艾伦波在19世纪的时候 当时的美国人 没人把他当一个严肃作家 觉得他这个人是个角色 他是个角 但是不是投入角 然后他是怎么回事 他是死了以后 他的作品传到了欧洲 传去了法国 被法国人捧上了天之后 最后美国人 不情不愿地接受了 好吧 我们把他当作 我们美国著名作家 因为他在法国的头号粉丝 是谁 是波德莱尔 对 波德莱尔翻译爱伦波的 爱伦波的诗歌 是波德莱尔翻译成法文的 这个好像在出版界 是挺常见的一个现象 我之前跟一些朋友 他们比如说像社科文献 他们出了很多一些 一些社科性的作品 就比如说某某某作家 可能是个英国的历史作者 但是他在英国国内 其实没什么名气 大家他的书 可能销量也属于那种 就也没有特别好吧 Avenue的那种水平 但是他在中国可能销出了十几万册 然后同时成为了中国的 这些社科爱好者们 认知度最广的一个历史通俗作家 对 这就不好说 但还有很多偶然的种种的因素 像艾雷特的话 我可以再举个 他的英语世界里头的影响 艾雷特可能听到 大家或者知道的人不是很多 但是最近几年比较火的Sally Rooney 对吧 最近刚刚出的像什么聊天记录 然后最近又有正常人 Sally Rooney自己在访谈里头说过的 影响他的重要程度 尤其是乔治·埃略特 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 是在模仿乔治·埃略特写作的 对 所以他到现在的影响 是一定非常非常巨大的 然后乔治·埃略特 你如果问很多英国的出生的作家 或者甚至有些很多美国作家 他们也会认 就是乔治·埃略特和他的米德尔马契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品 让我自己来挑一个19世纪的文本 当我这个人比较积极正面的时候 我就会去挑乔治·埃略特 他的文本是一个非常有厚度的文本 你可以看很久很久 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就看第一个词了 刚提到了像那个米德马契 对 他讲的是啥 这个故事如果概括出来 其实不是特别有意思 很多很好的小说 你听完梗干就不会去读了 那你如何向别人来介绍他呢 我会挑一个里头的 一个特别细的细节 这是一个关于年轻人的成长的小说 然后他在里头描述有一段话 我当时第一次读到的时候 是还在念研究生的时候 我印象特别深刻 大概的意思呢 就是说你27岁的时候 当时的语境里27岁很年轻了 你27岁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个世界都是你的 你会觉得像金钱之神 就是那个mammon 他不会意识你 他是给你拉车的马 你觉得这一切都是可以做的 就是这种对年轻人朝气的描述 这个比喻让我一直都记得特别深刻 这个说法描述的是谁呢 描述的是一个年轻的医生 这个医生在当时受过最先进的医学教育 因为他是一个在苏格兰念医学的医生 19世纪英国有一个梗 就是你如果需要找一个好医生的话 你不能找牛津和剑桥毕业的 你要去找爱丁堡大学毕业的 爱丁堡出好医生 因为爱丁堡的医学训练和欧路接轨 所以他们会有 在我们现在看来非常合理的 就比如说解剖这样的一些训练 在牛津和剑桥在很长时间 他们的医学训练还是在读 希腊罗马的经典医学作品 所以在牛津剑桥念书有追求的人 他们会选择去爱丁堡 我们现在的话叫交换一段时间 但也有人是在爱丁堡完成的基础训练 再回来拿牛津剑桥的学位 但这样的人他一定会标注 我是在苏格兰待过的 所以是这么一个医生 然后他学了当时最新的 组织学和细胞学的理论 他想把组织细胞学的东西 应用于自己的行医的实践当中 改革自己在的小镇 米德尔玛 其实他们在的小镇的名字 他想去改革这个镇上的医疗问题 然后同一时间 这个镇上还有另外一位傅加大小姐 这位傅加大小姐 一心一意的是想做圣特雷莎 圣特雷莎是宗教改革时期 西班牙的一个圣徒 他最大的功劳 在我们现在看来 好像有点像反动人物一样的一个角色 是在西班牙的反宗教改革 就是加强大家对宗教信仰那边 它是在那边的 但是我们要回到那个时代来想 它是作为一个女性 变成了一个宗教领袖这么一个故事 所以对女性来说 她是一个非常激励的榜样 然后这个大小姐就想当这么一个女性 她想作为一个伟大的女人 留存在这个世界上 但是对于19世纪的女性来说 尤其对于一个贵族大小姐来说 你没有当伟大女人的机会 你充其量嫁得好就不错了 所以这个故事的主线 就是分别围绕这两个人物展开的 最后的故事 就是傅加大小姐经过重生的挫折 其中包括第一次错误的 嫁给了一个老学鳩 然后发现这个老学鳩 只是想压榨她作为妻子 无论是经济上 还是让她为自己干活 因为这个大小姐其实读了很多书 她很聪明 所以老学鳩就想得到一个免费的劳动力 在家里帮自己改稿子 收集整理材料 这样的一个人 然后当然后来 幸好这个老学鳩就病死了 然后他就和他的侄子在一起 展开了一场 在欧洲各地游览交流 这么一个故事 他们俩后来按事实应该会在一起 然后另外那个医生 医生的名字叫利德盖特 他的故事呢 就是他的这个雄心 是如何如何被这个小镇上的 世俗世界一点一点的拉进去 然后最后再加上他结婚的时候 他又误判了自己 为了这个太太他们家的品德 当然这个在现在看来 其实也稍微有点问题 就是他最后把自己这场失败 都归结到了他太太的头上 他最后在世俗的意义上很成功 他后来成了伦敦的名流医生 给名人看病的 他也非常非常的有钱 但是他觉得自己的理想 根本就没有实现自己的人生的蹉跎了 而相反是那个大小姐 最后在经过一系列挫折之后 结尾那段非常非常出名 就是他放弃了这种成为一个圣人的 这种不切实际的观点 因为这种观点隐含的 就是你高于世人 你是来救世人的 他最后接受了自己 是和周围的这些人都是有关联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无比庞大的世界里头 但是这个世界是由各种各样的网络交织而成的 你只是网络中的这么一点 这个主旨真的已经很现代了 我感觉 对 所以这个讲现代人的这种自我认知 和现代人的这种所谓的主体的这个定位 其实很多时候你都会从米德尔玛奇这个地方来 至少在英语传统里头 我们这个讨论会从这开始 是的 然后我刚刚还在豆瓣上搜了一下 米德尔玛奇 他其实人民文学社出的那个版本 在豆瓣上点过评价了454个人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乌都孤尔 上海艺文出版社 对吧 33,800人评价 当然这也不算高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迪福同志的鲁宾逊漂流记 这广西是值大的 154,200 对 而且这个米德尔玛奇的故事 是人民社出的那个版本 你可以查一下他的时间 这么多年只有一个版本 50年代向心耀先生翻译的版本 到现在没有更新过 是的 这个挺能反映就是英语文学 尤其英国文学吧 他在中国的这个传播的路径 以及最受欢迎的这个品类 对 现在可能当代的大家就比如说 迈克尤文肯定卖的比他们好 对 我现在其实我不知道最后会有没有时间 在做这个事情 我现在可能在想要不要最后把 米德尔玛奇重新翻译一遍 但是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工作 取决于你的版本 但是这是一个在850亿到980亿之间的小说 非常好 他以前向心耀那个老师的版本 也是他分了上下册 人文社出了金装卵的时候 是用上下册出的 对 所以体量非常大 工作量也挺大的 但是就他的确是像刚才陈远良说的 他就是一个例子 很著名的说明了 就是在这个传统里头 很好的一个东西 很著名 他到中国这边 他就是不知道怎么 他就是怎么都活不起来 但是他在那个英语世界的这个感召力 和他的影响力是非常的深远的 直到今天都是 对 因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这个跟乔治艾瑞特本人的这些经历 他其实是不无关系的 艾瑞特本人 他其实可以被看作19世纪女性突破 一切障碍种种 试图要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的 这么一个标本来看 他出生的家庭非常一般 算是下中产这样的一个家庭 他父亲是一个专员管理人 很好笑的一个故事是 他父亲工作的那个家庭 是什么地方呢 就是拍唐顿庄园 那个取景的庄园主 对 他父亲是个Nudigate 他们家族管这个庄园的 所以乔治艾瑞特小时候 其实是在唐顿庄园长大的 所以是不是有很多艾瑞特的粉丝 会去到那里 如果你是一个艾瑞特粉丝 你的确会去那里 因为他度过童年的房子 是那个庄园附属的这种小房子 就是主人住大宅 然后旁边有几庄 旁边有几庄小房子 给他应该经历人住 但他们也属于那种管理者 或者至少是普通阶层的上级 对 他们叫Estate Agent 所以他是帮他们 打理整个田庄的这么一个人 大概你可以想中文的话 你叫黄梁庄头 他是庄头 是 对 然后他这个在学校念完书之后 因为他妈妈去世的时候 他可能我记得是16岁 他就帮他爸管家 但是他其实非常不耐烦 做管家的这些家务 然后他就开始要求自学德语 自学拉丁语 然后作为一个女孩来说 这个已经很难了 当然他爸其实在那个时候的父亲里头 也很罕见 他爸同意了 让他学这些东西 但是他爸只是非常焦虑 他嫁不出去这件事情 所以最后为了让他可以有一个更大的社交圈 他们搬家了 搬去了考文锤 在考文锤的地方 他扩大了社交圈 但是并没有把自己嫁出去 相反是认识了更多这些人 然后坚定了自己的信仰 要做一个知识分子生活下去 他就跟他父亲决裂了 然后决裂的标志也非常的19世纪 他拒绝和他父亲一起 星期天去教堂做弥撒 所以最后这个事情 在他姐姐和他哥哥的调停之下 变成了他可以陪着他爸去做弥撒 至于你自己心里在想什么 我不管你 然后他又在这边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 朋友圈里头已经有一些当地的知识分子了 大家已经发现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他从小就表现出来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然后就开始跟他接洽 介绍他和一些知识人认识 他后来得到的一个最重要的转集 是伦敦的一个出版商 查普曼 19世纪很出名的出版商 查普曼认识了他 然后他最开始是帮查普曼做翻译的 就跟当时很多的这种进入文学生活的 这样的人开始你的第一步 你只能做翻译 尤其是女性 所以阿里特其实出版的第一部书 他是翻译 他最开始翻译了一本什么书呢 他翻译了耶稣传 就是非常出经典的德国圣经批评的那个作品 把讨论耶稣变成了凡人的那本耶稣传 那个是艾略特翻译的 但这个上面并没有数他的名字 就是非常著名的翻译数不了名的故事 然后但是这样他就跟查普曼的关系越来越熟 查普曼最后把他邀请去了伦敦 他当时查普曼自己买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刊物 就是一个老刊已经不行了 威斯敏斯特评论 威斯敏斯特评论之前的主编是谁呢 之前的主编是穆勒 就是写论自由的那个非常著名的穆勒 就是他 在穆勒时期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刊物 但是后来因为主编不行 所以有点快黄了 艾略特接手了这个刊物之后 名义上主编也不是他 但是他实际上是干活的那个主编 就是他组稿也好 写稿也好 组到了一批非常好的稿 写到了一批非常高质量的稿 大概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 有那么几年 在艾略特当任主编时期 威斯敏斯特评论重现了当年的辉煌 但是查普曼这个人是个花花公子 这个人已经结婚了 他娶了一个非常富有的寡妇 他是用寡妇的钱在做生意 寡妇当然比他大很多 他们家还有一个家庭女教师 这个家庭女教师其实是他的情人 他又对艾略特有一些非常暧昧的举动 就搞得艾略特其实最后因为感情纠葛 又跟他决裂了 充满了八卦 但是艾略特后来他就从查普曼他家搬出去了 然后自己单独生活 然后他单独生活的时候 其实伦敦知识界已经对他有了更多的认可 然后他虽然搬出去了 但是他还在查普曼那边有一个翻译的工作 这次这本书后来终于数了他的名字 而且这个书到现在还是英文世界 它一个特别经典的一本 但是可能一般读者不会想到这件事情 就是艾略特是斯宾诺沙的第一个音译者 斯宾诺沙的哲学音译到英文的第一个译者是乔治艾略特 所以如果你现在去买剑桥大学那个经典的什么哲学经典文本 那套文从里头斯宾诺沙的那本书 他们现在还用的是艾略特的一本 所以艾略特这个人 他在各种知识储备上面是非常非常厉害 他最开始的时候 他是以这样的思辨知识分子的形象 进入英国文学阶层的 然后他后来又认识了两位年轻的单身汉 一个就是后来发明了试者生存这个词的斯宾赛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后来的老公刘一思 然后他之前他跟斯宾赛其实先有过一段 因为斯宾赛长得帅 刘一思长得太难看了 而且他跟斯宾赛在一起的时候求婚还是他求的 但是斯宾赛就不行 无法接受他的这个超友谊关系 斯宾赛这个人后来其实一辈子没有结婚的 在这之后他就跟刘一思在一起 然后他的整个故事最大的戏剧性 就是他和刘一思在这一起的时候 因为刘一思当时其实是一个已婚的男子 他妻子是一个贵族的女儿 刘一思当时和他的好朋友在一起办报纸 但是他妻子其实是他好朋友的情人 刘一思知道这件事情 他们的这个婚姻关系用现在的话 其实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婚姻关系 他们是一个开放式夫妻关系 所以刘一思就知道这个事情 他一开始他不是很在意 他甚至他妻子跟他好朋友生了第一个儿子的时候 他把自己的信给了这个儿子 这就给他后来的麻烦 埋下了一个非常大的伏笔 因为他认可了这个儿子 但是随着时间的进步 他发现好像有点不太对 他的这个老婆好像不太是他的老婆了 更像是他朋友的老婆 他就想给他离婚 但是那个时候 英国的离婚法案还没有颁布 他只能用非常古老的方法离婚 就是你需要你本人 你又要花很多钱 你需要通过律师向议会申请 由英国议会出一个特别法案给你离婚 这个你要出的话 你又只能有几个理由 其中一个最好用的理由 肯定是你妻子跟人家通奸 但是问题来了 因为刘一思已知自己妻子和人通奸有了儿子 他还把自己名字给了他们 所以法官会裁定你已知这个你是知情的 你不觉得他是个冒犯 所以你不能和他离婚 所以法律上他是没有办法跟他妻子离婚的 他是在这个时候和艾略特相识 然后他们两个人相爱了 没办法离不了婚 然后就做了一件非常惊世骇俗的事情 两个人公开在伦敦定居 这下就直接把这一切的人都点炸了 大家都觉得你们两个人如果悄悄的这种保持情人关系 那么就是大家都可以接受到社会前规则 但是你非要公开的住在一起 变成像一家人一样 然后艾略特还要用刘一思夫人的名义出现 这个是当时的社会规则所不许可的 等于整个当时所谓的受尊敬的社会 就跟他们断绝了关系 尤其是女性 刘一思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就跟现在也没有差多少 一般出了桃色事件 男性都可以很快的复出 但是女性不行 大概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 整个英国社交圈是把艾略特排斥在外的 但他就是在这样的一种非常孤独无助的情况下 当然他也有几个朋友 但是的确没有那么多 他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和刘一思两个人 相互魔力的时候 刘一思开始鼓励他写作 因为艾略特慢慢的开始想要写故事 所以他其实我们一期错的话 是36岁还是37岁 写了他的第一个故事 这故事最开始发在杂志上 发出来之后非常受欢迎 然后就这样慢慢的刘一思鼓励他 写了他的第一本小说 其实那个小说更像是一个故事集 叫乡村牧师生活极井 这么一个东西 那本书其实我也很喜欢看 艾略特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就是他写作出发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他三十几年 将近四十才开始的 他已经有了足够的人生经验 然后他自己这样从乡村长大 应该在英国所谓的外省人长大 最后进入伦敦生活 然后最后又被伦敦生活摒弃的这些经历 给他提供了太多的素材 同时他自己的对知识的好奇 他不光是说 我们刚才说他翻译的这些哲学的东西 刘一思本人 他其实是一个小说家评论家 同时还是个科学爱好者 甚至是一个科普作家 艾略特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他会亲自跟刘一思一起做很多生物学实验 然后要了解很多当时最新的科学动态 所以论到知识储备来说 艾略特会胜过同时代的其他小说家太多太多 所以你读艾略特的小说 可以了解很多当时19世纪的精英知识分子 他们会非常纠结 非常关注的时代问题 所以可能对于这个英语世界来说 大家现在还不停地在看艾略特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你可能更多的是在读19世纪的心灵史 我如果用一个比较大胆的比喻来说的话 你会在里头看到很多作为19世纪人而言 当然这个人肯定是加括号 下一个比较大的定义就是精英阶层的人 不是一般的劳动人民了 你是作为这样的一个人 感知到这个世界的变化 然后你想在这个变化的世界头做点什么事情 然后你的彷徨无助 你的挑战都能在这本书里找到 我感觉其实他的整个的写作方式 包括他整个的书写环境 还是非常的一个市民化的这样的一个基地 因为比如说我们如果对比同时代的 比如说像法国的这些作家们 你会发现他们所有的作品 就是最出名的那些 绕不开法国政治 写来写去大革命 波旁王朝 奥尔良王朝 复辟 共和国 对 然后砍头 这就是我们讲英国作家和法国作家 这个特别大后者讲 英国和法国最大的区别就是 你看政治相对已经很稳定了 19世纪的英国就是欧洲的避难港 欧洲人民一旦出了什么事情 大家都往英国跑 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签证 也不查护照 你只要上船英国人就让你进 然后只要你到了英国 哪怕你是外国人 你也一体享受法律的保护 所以为什么大家一定出的事 都要躲去英国是有原因的 因为像刚刚我们提到 19世纪的这几位 包括像那个金奥斯汀也好 或者说像那个乔治·埃列特也好 或者即使像迪根斯 对吧 他已经是对这个社会现实 有非常多的一些直接的触碰 但即使这样的话 你跟法兰西的这些作家们相比的话 这个激烈程度是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会给人一种感觉 似乎跟中国人很像 很喜欢谈政治 写个小说也要把大的什么革命问题绕进去 但是英国就非常的一个市民化 很像我们看电视剧里面那种 现在的这种审美 对 当然就是说 可能英国人他也说不是不谈政治 但是他的确不太会谈这种 所谓的大写的政治 他谈的更多的就是具体的问题 政策上的这些事情 就比如说迪根斯的 非常著名的那个荒联山庄 其实就是疯狂抨击英国的大反观法庭制度 就是这个财产法庭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相对来说 这个国内政治稳定真的很重要 他没有经历过那种血腥的推倒重来再重来 而且这个对他们来说 英国人来说 他也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 想象法国大革命 也是英国人的一大爱好 所以迪根斯才会写了双成记 隔岸关火 这最著名的故事 就是大家可能一般读迪根斯都会引到 这是最好的时代 这是最坏的时代 然后用来描述19世纪 我经常特别喜欢等人把这段引用完了 我才告诉他 你回去看一下那本小说 那是双成记的开头 迪根斯写的是法国大革命 他写的是18世纪 我觉得像英国的这个19世纪的文学 确实这两位的话 其实作为一个分野 包括他们来填充整个的维多利亚 算是前中段吧 确实是两位最有代表性的作者 而且他们在中文领域的这个不同待遇 倒是很值得玩味的 对 他们在英文世界其实也有不同的待遇 很好玩 但这个是反过来的 在英文世界里头 迪根斯的地位 其实在19世纪过了之后 有一个急速下降的这么一个过程 尤其是当现代派新起以后 现代派的文学只去而言 迪根斯不是不占任何便宜的 所以迪根斯在20世纪前半叶的时候 一直是被认为他是一个喜剧作家 他是一个搞笑的人 他不是一个严肃的作家 早年的那些很多就是一些喜剧的 对 这写到后来他也忍不住的 你让迪根斯不开玩笑很难的 所以有一个著名的故事 就是英国文学史上 英国的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批评家 现代英国文学批评的奠基人之一 李维斯 李维斯写过一本书叫《伟大的传统》 他在试图勾勒英国小说经历的 这些伟大的传统 这些伟大的传统里头 就包括费尔丁 包括理查逊 包括奥斯丁 然后包括埃里特 包括亨利詹姆斯 但是就是第一版是没有迪根斯的 论资排位 对 他就是在找这么一条脉络 然后这条脉络里头 最开始他是把迪根斯排除在外的 然后他等到第二版 就经过大家的着力劝说 然后我终于认识到了我的误区所在 然后把迪根斯补进去了 但是埃里特几乎就没有遇到过 这样的一个问题 埃里特的评论界的地位 一直比较稳定 但是这个是在20世纪前半年 然后到后来 迪根斯就处于越来越上升的阶段 因为的确是对流行文学而言 他作为一个持久世纪的流行文学 他跟现在的流行文化 有太多可以切入的地方 所以迪根斯其实后来会变得越来越出名 所以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故事 就是迪根斯的200周年 和埃里特的200周年 就是一个非常不一样 迪根斯的简直就是个国民庆典 对 埃里特的200周年就在去年 如果你不是英国文学圈的研究人士 你几乎不会发现任何事情 所以迪根斯这种在20世纪下半夜的这种重新重回神台 他有什么客观的因素吗 比如说他的作品进入到一些其他语种的翻译里面 这个可能对英国人本身对他的认识 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 就是我们会一般讨论说 这个所谓的迪根斯的身后名声这件事情 一个最大的一个方面就是 20世纪晚期的这个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我们的流行文化 跟他的太多的契合度 一个非常直观的就是 你会看到不停的迪根斯的作品 又可以影视化 他可以再影视化 重影视化 甚至出现迪根斯宇宙这样的一个东西 他的确是一个非常适合跨越到其他媒体里头的东西 那这么说的话 其实对他帮助最大的 其实是电视电影的这个普及 对 很有意思 迪根斯的小说里头的很多戏剧性场景 他其实自己也是意识到了 他的小说里头有大量的戏剧性场景 所以在他职业生涯的晚期 迪根斯你知道做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事情是干嘛 他发现自己不太写得动了 但是他必须要和读者之间保持联系 他最后的选择的办法是做了一个非常明信一样的事情 我巡演 在英国各地包括美国做巡回朗诵会 很厉害的 收费吗 收费当然是收费 就是见大明星的机会 所以当时的人就很疯狂的 就是几千号人会把那些场馆塞的满满的 等着迪根斯去做朗诵 然后迪根斯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朗诵者 因为他其实小时候是对戏剧有兴趣的 他一生都是一个业余戏剧演员 他会组织朋友和家人一起拍戏这样的事情 所以他的朗诵现场效果非常好 然后这样的这些朗诵会给了迪根斯 很多和自己的观众这样直接接触的机会 他会特意选择自己文本里头 他知道大家都特别喜欢的这些文段 因为他连载这个形式 迪根斯把的发扬光大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 就是他会通过连载 根据读者来信这样的东西来判断 大家想要什么样的结尾 会朝着大家想要的方向前进 已经彻底的大明星化了 对 他真的就是绝对是19世纪头号大明星 但一般的话 我们提到一本畅销书 似乎他跟严肃的文学往往是对着的 就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 讨论美国文学里面的经常关于美国的南方文学 对吧 南方文学里面 你可以有说像飘这样子 很多人也会说 其实飘就是一个通俗小说 对 就是很多人不愿意把它归类为严肃的文学 我想这个东西在迪根斯身上 会有这样的讨论吗 最开始对迪根斯的名声的 就是把它作为喜剧作家 那一部分里头的确有一部分 就是因为这样的 就是首先小说这个题材 在19世纪前半截本身就地位不高 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 你看像这种penny dreadful 这种一辨识的恐怖文学这样的东西 他们一开始 迪根斯是要从这些人当中 夺出来一条路的 所以他是这么一个人 所以他的确会处在这么一个状态当中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 这个要分开历史阶段来看 迪根斯的作品在19世纪的畅销 它其实跟我们现在说的 这种流行文学的畅销之间 还是有距离的 因为对于19世纪 当时我说过 我们他们的这个土书生产的 整个流通状况 跟现在差别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对当时的人来说 你买迪根斯的书 你要花挺多钱的 这已经超越了 这个一般意义上的 这个商业意义上的 这个畅销小说的这个故事了 他的书虽然卖得很好 但是也就是几千册几千册的 这种卖法 本质上不是一样的流行概念 对 就是他的影响力是有那么大的 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力 但是他跟今天的这个流行小说之间的 距离有点远 你要去对应今天的流行小说 在19世纪的位置 还真得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 一遍是恐怖故事这样的东西 那像鲁宾逊这种算吗 鲁宾逊那个年代 书更少了 他更没法跟现在的这个畅销小说 这个概念对到一起 但这种猎奇故事 包括格列夫游记中 有点偏小人书 童话式的这种主题 那看上去天然的就很适合流行起来 但是你知道格列夫游记 不是童话也不是小人书吗 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讽刺作品 它是疯狂的在讽刺期 它很多当时Swift看不爽的人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18世纪传统的故事 它整个这个叙事模式 也是一个经典的古典文学的母题 所以今天的读者去读的时候 其实里面大量的信息 我们其实是很难去 对就比如说你读小人国 那个什么大端派小端派 它其实都是有所影射的 包括它是去那个浮空岛 大家记得格列夫游里头 不是有个浮空岛 上面都是一群学者 在研究各种各样无聊的东西 所以这些都是18世纪的时候 当时就是某些人 18世纪文学一个很大的 主要内容是用来骂人 所以影射别人讽刺 他人背后捅刀子 是他们的日常状态 可以 在Swift的小说里头 有很多是这样的东西 像我刚才说到 那个浮空岛的名字 可能大家读中文一本 会把它翻译成拉普塔岛 但是那个其实是西班牙文 拉普塔 那是骂人的话 就是骂人家妓女 所以这个文学的这个时效性 也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我们不是18世纪的人 其实确实我们没法在百分之百的领略到这些作品 当时的那个魅力 就是这个作品 它本身是有很多种进入它的途径的 你选择一个历史的途径去进入它 还是你选择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进入它 你会得到一个很不一样的禅师结果 反而是今天他们作为这个英语文学里面 可能就是最流行的几个文本 反而是一种阴差阳错 对就是各种各样历史巧合造成的原因 没错 就比如说我们还可以举19世纪文学另外一个例子 跟狄根斯时代齐名 甚至是在当时的书出版市场上 跟他基本上每次出书都可以变苗头的另外一个人 萨克雷 萨克雷的经典代表作名利场 对19世纪当时的人来说 大家读名利场读得非常的开心 可是现在我估计名利场 应该也没有几个人在中文世界里头 会来去读他了 因为跟狄根斯相比 萨克雷的写法 他涉及了更多的来自18世纪的这些元素 包括他的人物设定 他在名利场里面描述的 名利场里头其实有一些经典场景 是关于拿破仑战争的 他里头描述了一场著名的 华铁卢之战之前的那场舞会 然后他里头还有一个著名情节 就是这个女主人公嫁了那个老公 跟他那个不成器的老公 如何在布鲁塞尔一分钱不花 他额了各路人家一年的生活费 就是用信用购物 然后一年之后就溜掉了这么一个故事 这是其中的一个小故事 他里头讽刺了很多当时的时代的东西 然后就是因为他是讽刺作品的好处和坏处 都在于他心辣尽 一旦这个时代过去了 可能后来的人他就不太知道 他到底在讽刺什么样的东西了 是的 而且我觉得名利场应该也很少被改编成电影或者动画 对 名利场的这个改编就是怎么说 他需要一个特别好的人来给他做改编 他如果改编的好 可能会像比如说库布里特拍的巴黎灵灯那样的 可以拍出这样的感觉来 那已经很夸张了 你要知道当年库布里特是因为拍不了拿破仑 我知道这个故事拍不了拿破仑 所以拍了这个选择了斯科特一样的路径 我拍和大人物同时代的小人物 对 这太要求太高了 对 所以很难转化 但是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读者来说 萨克雷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影响的一个人 那会儿说不定对很多人来说觉得读这个 那会儿有很多人觉得他比迪根斯好多了 可以想象 因为萨克雷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另外一个阶层的人 他是念国大学的 萨克雷这个人有一个爱好 就是戳穿各种各样装腔做事的人 但他自己其实可能是英国最装腔做事 最势力的那个人 他写的这个很多东西里头 你可以看到这种很明显的炫耀自己的阶级也好 学士也好的成分出身 但是他的确也有值得炫耀的部分 他是一个很好的作家 但是就对于后代的人来说 尤其对于一个另外一个文学传统以后成长起来的 说你要进入萨克雷的东西 可能会相对要难一些 我就想到另一个 就是也是一个19世纪的英国文学作者或者作品吧 但是我刚想了一下从整个20世纪 包括我小时候看了个很多版本 关于他改编的动画也好 电影也好 就精英岛 我想无论是海盗文学也好 还什么也好 他不是今天的一个主流 假设没有影视剧 没有加勒比海盗 对或者没有像精英岛的那些 我小时候还看过木偶剧 我也看过那个版本 你也看过那个版本 有木偶的版本 有那个真人的版本 还有那个动画的版本 对对对 就是有这些打底了 那这个作为一个文学IP 你天然认为 它就是在经典殿堂里面的 那其实你真正接触到的文学 其实很晚的事情 对 精英岛的故事是这样的 刚好我们就顺着时间线往下的话 就差不多也该到那个时候 刚才我们不是说 经典真维多利亚文学 1880年差不多就结束了吗 在这个真维多利亚文学结束之后 我们一般会用另外一个词管 那个时间叫 该叫世纪末文学 这个世纪末文学 一般我们会把它画到 1880到1914这一段 在这个区间里头 那么我英国我觉得多样性 就更加的突出了 因为你还有 你有像瓦尔德这样的 所谓的唯美主义的作家 但是呢 同时你也会出现 后来那个被吴尔夫疯狂 开嘲讽的阿诺德本内特 这样的这种 像法国自然主义写法的人 然后你同时还有威尔斯 最早期的科幻 在这个时候也出现了 所以你简单大概捋一下 你其实就已经可以捋出 这么多东西来了 写金引导的这个 Robert Lewis Stevenson 这个史蒂文森 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作家 然后史蒂文森 他和他一系列类似的 这些作家 比如说他的老乡 就是苏格兰人 然后也是一位 主业不是一个文学作家 主业是一位人类学家 然后做研究的那个 安德鲁朗格 朗格编过很多童话故事 就在19世纪晚期的时候 其实有的人管他 叫新浪漫主义 有的人管他叫新歌特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个跟前面的作品 截然不同的这种 离现实比较远的东西 就又出现了 金引导是在这样的一个 语境下面出现的一个作品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魅力 被重复的翻拍 其实我说实话 我其实我现在想想会挺奇怪的 但是你不觉得金引导 那个经典情节 就是你每次看到他的时候 你还是会忍不住 要稍微替他担心一下 就是躲在苹果桶那头 那个情节 有没有 对吧 所以首先是你回去看金引导 真正的整个小说 文笔节奏 对这个自己营造了效果的把控 一流 作为一个文本来说 它是一个一流的文本 而且它是哪种一流的文本呢 是那种你看表面 你是看不出来 它蓄意所谓的这些结构 和安排的东西 就是你作为一个 不想去深究它的读者 你可以很舒服地看完一个读史 但是如果你想去深究它 作为像我们这种穷极无聊的研究者 想要去深究它 你会发现它下面的结构 是像拆出来一环扣一环 一环扣一环 安排的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这个就很像 特别喜欢用吴尔夫的一个比喻来说 就是这个东西看上去 本身非常的精妙 非常的纤细 好像觉得它是一个 非常虚无缥缈的一个东西 但实际上当你试图去拆解它的时候 你拿一对牛 你都把它拉不动 它的结构就是如此的好 所以史蒂文森他的很多别的小说 他还有另外一个更著名的文本 华生博士 华生博士 对 也是他写的 他的很多文本 就包括当时所谓的世纪末文学 很多作家都会采用这种类似的这种 现在我们甚至会把它们标柄为 这种所谓后现代写法的来创作 因为可能大家很多人听说过华生博士 没有真正的读过它 但你去读华生博士 你会发现首先这个小说的叙事者 不是这个所谓的 杰克尔医生 他也不是海德先生 是另外一个旁观的律师 然后这个小说本身是由一系列碎裂的文本组成的 是这个律师的叙事和回忆录 然后这个医生的信件 另外一个医生的信件和回忆录 交织出来的这么一个文本 最后这个故事是要读者自己来拼的 所以当时19世纪晚期有很多 在这个所谓的新浪漫主义兴起的这个语境下面 有很多文本其实都是这么写的 然后在英国传统里头 这个很莫名其妙的中国人民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他们会用爱用一个比喻 就是说这个时候的文体结构 像一个中国盒子 一般中国读者看到都是懵懵的 什么叫中国盒子 就是这种各大旅游景期都有出售的机关盒子 就是你一定要把它拼对 才能把盖子打开的那个东西 所以他们的这个文本 就是这样技巧的一个东西 你看起来各个部分之间是凌乱的 但是当你把它拼起来之后 你会发现 这是一个非常精巧的东西 它是这样的安排 当然这样的这种精巧的东西 就肯定对于阅读体验上来说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阅读体验 而它的文字本身就是刚好 就是卡在文字准确优美 但是又不晦涩 不像现代主义那样 马上就奔到了更极端的语言实验的道路上 它刚好就卡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 然后史蒂文森他自己的题材选择 很多时候跟他们的经历是有关系的 他会写很多航海海洋有关的故事 是因为首先他们家在工程史上 是非常著名的一个人 他们家也是有绰号的家族 他们家叫灯塔史蒂文森 整个苏格兰海岸的灯塔 都是他们家族修的 他们家就是技能术点的是灯塔专精 但是他不想继承家业 这是一个反叛的儿子 不想继承家业 不想念工程 也不想妥协去学点什么法律 这种有用的东西 就想写作 就彻底想当个文艺青年 然后又因为他娶了一个 比自己大十岁的妻子 而且是个离过婚的美国女人 这跟查尔斯的故事有点像了 就跟他们家彻底反目了 最后好久之后才跟他们家和睦 然后再加上他又得了 19世纪文艺青年必得的费结盒 所以他有很多时间是必须要在海边疗养 他最后去世 其实是在加勒比海去世的 所以现在你想去看史利文森的墓 他其实在加勒比海地区 跑那么远 对 当时的医生会觉得这种温暖潮湿的气息 对肺炎结合病人有好处 他们应该住在这样的地方 所以同样的原因 为什么最后祭祠是死在罗马的 他自己因为很长时间 是在这些地方生活的 所以航海故事 海洋故事 其实会是他经常会写的这么一个故事 然后在他之前肯定有别人写过 各种各样的海盗传奇 但是那些海盗传奇 可能会更加的暴力 然后更加的直接 直白的就是关乎于钱的故事 但是在金银岛里头 你会发现这个钱 他只是一个附带的 更多的这个故事 是关于一个男孩的故事 他是关于这个男孩 如何从一个客栈家里头 小跑堂那么一个开始 离开一个小的世界 然后去了一个更大的世界 也是个冒险故事 所以他这个冒险故事 这个经典武器 我觉得永远都是好用的 我插一句 那个到了20世纪 1902年当时 那个英国有个剧作家巴黎 他写了那个彼得潘 彼得潘 其实我小时候 我接触彼得潘 是从他的文本开始接触的 最开始看的小说 后来才看了有电影什么的 之后又过了很多年 又接触了金银岛 我当时觉得两者 给我一种气质上 非常相似的感觉 彼得潘有受到金银岛的直接影响吗 非常明确的影响巴黎自己 也是个苏格兰人 对 的确会有这么一派 这种文本之间的关系 非常明确的 就是彼得潘里头 那个海盗故事 那个海盗的形象 其实甚至都是参考了金银岛的 对 他铁钩船长 铁钩船长 对 所以在世纪末的时候 就大概就进入 这么一种文群描写的 就这一派 我会比较喜欢看斯蒂文森和他的作品 相对而言 我其实并没有那么喜欢 王尔德和他的文维主义 还有包括王尔德的好朋友 那个亚瑟西蒙斯 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象征主义诗歌等等 尤其是 西门斯会让我觉得 他们的脚势到了一定的境界 就是你看一点的时候是很过瘾 你看多了有点上头 可以 但这个脉络 其实你换一个人 可能会捋一个很不一样的脉络出来 就这个就是刚好前段时间 我又翻了一下博尔赫斯和他的助手 出过一个英国文学入门 应该大概好像上一文给他们出的 翻译的是叫这个名字 他在那里头也说了一个很类似的观点 就是你对英国文学这个东西 你很难去捋出一个特别明确的脉络 和明确的流派 你更多的就只能把这一个一个个体的作家拿出来 然后你换一个人 可能会就会理得非常的不一样 所以我会觉得这个观察还是非常切众要害的 英国文学的确是一个 更多是一个个人的集合而形成的一个传统 当然博尔赫斯在这本书里头 其实他也非常的推崇 史蒂文森我们刚才说的艾瑞特 甚至在这本书里头一个字都没有出现过 波尔赫斯对19世纪英国小说的描述里头 花了很大的篇幅来写史蒂文森 行我感觉我们那个其实关于维多利亚时代 刚刚说了很多那种明面上的这些大人物 当然我们之前也聊过 其实一聊维多利亚时代 他还有一个暗黑版的维多利亚文学 咱们下一期可以来聊一聊 就是这个污水丛生 然后犯罪丛生的城市 以及他的这个文学世界 可以啊可以 19世纪 我们来聊一下这个理世界 19世纪的理世界 维多利亚文学城的理世界 好 对可以 非常感谢今天 萧玉之来到我们节目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 19世纪的英国文学的这些话题 以后关于这些话题 我们可能还会拆分开来 详细的进入去了 感谢各位的收听 那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